这次来陈州一张 听一旁的导游说 在一六小镇 下家户户都在自己家里玩温泉 我觉得很稀奇 就用手机搜了一下 离我们大概十多公里 于是就按着导航开过来 没想到呀 这里有一家据说是老板花了 一个亿打造的温泉民宿 你们家呀 对啊我们家里 好大呀 我听说你们这边就是 每家每户都有温泉的 对我们这个一六镇 它就是一个温泉镇 一进门 老板告诉我 这是他们自己家里的客厅和餐厅 而且这栋房子 是他们一家人在打理 这个区域就是那种 我们家里的客人呢 他就喜欢在这里围着煮茶 这个房间就有意思了 装满了稀奇不怪的东西 这很特别 对 这个是可以谈的 可以谈的 这个就是纯手工站嘛 大呀这个 对这个是一比一打造的 你看不出来吧 这个是火锅 老板说这个火锅 是丽江的飞翼传承人 用手工打造的 我以为它只是一个百看的 结果老板告诉我 可以坐十多个人 坐在这里吃火锅 吃的那种很淳朴的那种火锅 坐在这里很有意思的 这个也是个餐桌 这是个谷吧 对啊这是个谷 所以客人他喜欢 到这个地方用餐啊 那个是温泉 那个是温泉 对那个就是温泉游泳吃 这个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温泉 我们跟着老板继续往里走 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个角落 都有惊喜 处处充满了抑郁风情 接下来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比如这个全透明的花园餐厅 供客人理想的禅室 甚至还有一个孔雀员 你们还在自己家养孔雀啊 如果你喜欢拍照打卡 那我觉得你在这里拍上一整天 也不是不可以 可以看下我们的房间 可以啊 每一层楼只有一间房 所以我这么大的院子 只有六套房 那每套房都不一样吗 对对 每个风格都不一样 这个是稀释中用 我想如果在这个长桌上吃饭 应该会有一种 在欧洲工地的感觉 其实这里的每一间东西 都有故事 都是老板从世界各地收集的 放在一起 像是一个大家会 却一点也不足不突兀 桌上就叫你 对 桌上就叫你 楼王啊 请 要是我们的亲自房的天花板 哇真的啊 哇好漂亮哦 这个房间真的很大 我觉得起码可以住三个家庭了 设计上也充满了童趣 有各种玩偶 卡通买件 还有泡泡球池 孩子是肯定会喜欢的 这应该是小朋友们的 君豪子 晚上老板邀请我们 和他的家人一起用餐 看着满满一大粥的菜 我感觉旅途中 有了回家的味道